这次还支持了无感连接 大幅提升了多设备连接的效率 大家注意 我现在正在带着耳机 连着我的手机在听音乐 这时候我拿起平板 点开一个视频 我的耳机就会自动连到平板上 这就是我们耳机 跨设备无感连接的功能 耳机会跟随你播放的设备 自动切换 不需要反复配对 完全不用再操心连接的事情 最后我们还大幅提升了 多设备的使用效率 比如我正在通过笔记本开会 我可以把鼠标直接滑到平板里 打开平板的笔记 用笔记本的键盘给平板打字 笔记本上截的图 也能直接粘贴到平板里 就好像是一台设备 让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全新升级的小米瞄想桌面 手机来消息的时候 可以通过平板的道克栏 直接打开手机桌面 通过小米瞄想桌面 我可以在平板上 直接操作手机屏幕 还能把平板里的文件 直接拖拽到手机里发给朋友 只要你有平板 就不需要再拿起手机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的 无感发现连接 使用的高效互联体验 交汇给李楠 感谢刘明 为我们介绍这些超强的 无感互联能力 这就是澎湃OS 在功能上的全面改进 包括大量的功能重构 让澎湃OS更加的简洁 易用 在效率方面 我们设计了超强的多任务系统 以及多设备间无感的设备互联 我们希望全新的澎湃OS 可以持续的进化 感谢大家 将现场交给金凡 感谢李楠和产品团队 澎湃OS不仅在产品功能层面 做了大量的重构 我们同时在美学设计上 也做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改变 在澎湃OS的设计之初 我们就希望能够构建一套 长期的美学理念 来引领人车家全生态下 极其丰富且多样化的系统设计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我们提炼出了澎湃OS的 长期美学理念 用一个主题概括的话 就是生命感美学 它源自于小米集团 品牌设计的理念 Aliu 背后的含义是 科技越进化 越接近生命的原本形态 最终我们期望 人与科技 自然 还有生活能够融为一体 下面有请设计团队 给大家详细介绍 我们的美学设计 感谢金凡 生命感美学 是我们通过对 人类艺术沉淀的深刻理解 将感性表达 与技术突破相融合 创造出的独具艺术 与人文价值的美学形态 我们定义了 它那三个的美学特性 有机舒适的视觉表现 运力生动的系统动效 以及多元融合的美学表达 生命往往体现出柔和的质感 和曲线的形态 充满流动感和生命力 我们希望透过对形态 色彩 材质 三大基础视觉元素的塑造 为大家带来有机舒适的视觉感受 在形态上 大到容器的卡片 小到每一个空间的圆角 我们对每一个形态 都进行了精细的打磨 力求让每一处的转角 都更加的圆论 不同圆角的关系 副空间的布局 都经过了仔细的推敲 呈现出舒适的视觉感受 元素与卡片的尺寸关系 也更加贴合视觉的最佳比例 系统每一个场景的全面覆盖 让视觉统一而融洽 色彩是最基础的视觉感知 更是一种心理的感受 自然界中美好的景色 往往能在我们胸目中 留下深刻的印记 当我们仔细去观察 自然界中不同生命的颜色时 感慨它的美妙变化 比如孔雀的羽毛 呈现出蓝绿色的光泽 棕里树的叶子 在阳光下充满生机的绿色 新鲜的橙子果肉 呈现出饱满的黄色 我们集起这些鲜活 而富有生命力的自然色 构筑了我们的生命力色彩系统 它鲜明而不夺目 营造出纯净 积极的色彩感受 界面中的每一处应用 主色跟辐射都经过了精心的搭配 全局患难一心 同时我们对系统图标的形态 颜色也进行了全面的重塑 实践性更加的清晰 风格更加一致 更加中性 细腻考究的材质表现 是系统美学高级感的核心 这次呢 我们和工程团队完成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材质革新 小米澎湃OS在渲染层的技术突破 实现了多级实时渲染技术 让我们拥有了更现代 更高级的材质表现手法 它能够让主体元素 与背景之间形成融合的视觉区隔 既满足了信息获取的效率问题 而呈现出更加高级的视觉效果 我们通过对超大半径模糊 和对实时对比度的调整 成功营造出了透亮的谋杀质感 交互状态下 也始终保持着材质的效果 更加真实的还原质感 即使在相册这样的重在场景下 也能够轻松的驾驭 让照片的浏览更加的舒适 系统中各个场景 对于高级材质的运用 宛如点睛之笔 让系统的高级感越难平上 而在锁屏的场景下 我们模拟出了动态的玻璃材质 宛如真实的玻璃片 覆盖在壁纸之上 我们生成了多种的玻璃纹路 搭配不同题材的壁纸 亮屏的瞬间 呈现出不同的光影变化 在天气场景下 我们甚至构筑了一个 真实的3D气象空间 去模拟太阳24小时的运动轨迹 还原不同时段下 天色与云彩的光影变化 以及阴晴雨雪的气象变化 在不同的材质跟光照下面 必然带来不同的投影效果 通过真实的光照模拟 我们实现了细腻的空间投影 让界面中玄璃态的窗体 更加的清晰立体 形态 色彩 材质的全面重塑 最终形成了有机舒适的视觉感受 而在系统动效上面 我们认为它犹如人的肢体语言 优雅的动作往往令人闪失悦目 这一次我们集起舞蹈艺术的律动与美感的表达式 将其应用到系统动效当中 塑造出轻盈连贯的动态感受 我们力求在每一次的动效展现上 都做到连贯流畅 从每天上百次的亮灭屏的元素变化 到每天上千次的打开关闭APP 在慢放中去检验每一帧的顺滑程度 在慢放中去检验元素从起点到终点的连贯过渡 甚至在物理引擎的加持下去刻画 积雪被推到半公中后缓缓飘落的过程 以及在不同的卡片高度下 雨滴随着手势的惯性从高处被甩落的细节 像这样轻盈连贯的动画 贯穿了整个系统 那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细腻的视觉和流畅动效的背后 是小米澎湃OS的图形纸系统全面的技术革新 我们的工程团队深度改写的底层逻辑 重新定义了渲染的流水线 在试效与性能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这也给了我们更强大的创作自信 去实现大胆的创新 生命感美学的第三个设计理念是多元笼合 如同生命与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与包容 它不仅代表了我们以创新的美学表达 拥抱全球多元的艺术形态 也代表了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与尊重 接下来游海旭为大家介绍更多的设计细节 有请海旭 感谢Gary 以创新的美学表达拥抱多元文化 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沉淀中汲取灵感 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尝试 语言文字和艺术表达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 我们的历程就是从文字开始的 一直以来 我们在系统自己设计上持续走在行业的前面 推动了多项改革的功能 推动了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今天我们带来了两个字体上的新的改变 首先是超大生僻字库 那么为什么要做生僻字库呢 在中国有超过六千万人的名字中带有生僻字 而且在很多文献 古籍 专有词汇中 也经常会出现生僻字 这次我们将米Sense扩充到了国家最新字符级标准 新增超过六万个生僻字 总计超过八万七千个字符 可以覆盖绝大部分的人名 古籍 文献等专业领域的用字需求 并且在小米澎湃OS中 你可以通过输入法的生僻字键盘 以多种方式来输入生僻字 比如拼音 笔画输入 也可以手写 甚至对于刻这样的生僻字 你可以输入车车车车就能打出来 第二个改变是关于全球化 我们不只关注中文的阅读体验 这次我们联合蒙娜和汉仪 打造了这个全球化的定制字体家族 米Sense Global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字体家族 涵盖二十多种书写系统 六百多种语言 字符数量超过十万个 并且它仍然是一款可以免费商用的字体家族 而且这次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著名字体设计师小林章先生 参与到米Sense Global这个项目当中 与全球的字体设计专家共同打造米Sense Global 这个非常庞大的字体家族项目 米Sense Global的每一种语言都在统一的标准下设计 全部支持无极的字中变化 它们既保持了米Sense字体家族设计语言的统一性 也尊重本土的文字使用习惯 因此在视觉和应用上都有着很好的平衡感 米Sense Global不仅在屏幕显示上 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 对于不同语言的排版习惯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细致的优化 不会出现显示不全或者错误折行的情况 这就是米Sense Global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 为全球用户在各种不同的设备上 提供优秀的阅读体验 从语言和文字更进一步 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文与艺术的世界中 这里有着人类文明最灿烂 最丰富 最多元的表达 我们也希望将这些融入到系统的美学设计中 那么回宽过去的一百年 多元艺术和设计有着空前的发展 从字体设计 平面排版 再到影像艺术 这段时期涌现了非常多丰富多元的艺术表达形式和设计风格 我们以此为灵感 从中选举出那些沉淀下来的经典设计 我们从这些经典设计中 提取出标志性的框架和元素 再将这些元素重新构成我们的锁屏 于是这让我们的锁屏不仅具有一致的信息呈现 同时有着源自经典设计的布局结构和丰富的表达可能性 不论是古典风格的字体设计 还是现代杂志的简洁排版 配合突出影像主体的景深效果 融合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视觉观感 这就是我们的艺术锁屏 以数字艺术重塑经典 你的每张照片都可以变成非常好看的杂志封面和海报 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丰富的自定义能力 可以选择不同的表达风格 有简洁耐用的经典锁屏样式 夸张的临行时间致敬平面设计的工匠精神 还有影像杂志在锁屏上定格精彩的瞬间 你可以设置不同的字体和颜色 从传统的连笔书法到当代的流行风格 可复古可前卫 或者是在杂志封面上自定义签名 选一张自己的照片 照片的主体会自动凸显 形成景深效果 轻松创作风格多元的锁屏样式 虽然搭载澎湃OS的小米14系列 刚刚发布没多久 我们就已经在社区小红书等平台上 看到了非常非常多来自用户的创作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挥你自己的想象 去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数字美术馆 不论是包容多余种的字体设计 还是源自经典的艺术索评 都是我们这次在生命感美学中 多元融合的主旨下去做出的尝试 去更好的服务全球用户 拥抱多元之美 今后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去前进 接下来我们交回给Gary 感谢海细的精彩介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生命感美学的设计诠释 有机舒适的视觉表现 运力生动的系统动效 以及多元融合的美学表达 共同构筑了独特的生命感美学 科技越进步 越接近生命的原本形态 从而使人与科技 自然 生活 融为一体 我们会持续在这个长期理念下 为全球用户创造人 车 谢谢 科技越进步 越接近生命的原本形态 从生命体验中 汲取美好灵感 全新的美学体验 从寻找完美曲率开始 全局统一容器源教 营造舒适氛围观感 从鲜活植物中取色 唤醒生机视觉情绪 重塑渲染技术 让光影过度 细腻丰富 独中柔和玻璃质感 折射立体光线 虚实相容 从舞台艺术中获取灵感 动态晶莹连贯 流畅自如 实时气象冷静 阴晴雨雪 有机交融 变换的未来清晰可见 以经典艺术与设计 定格数字锁平 建立你的私人美术馆 包容 多元 面向全球用户 通过技术与艺术的旗帜融合 缔造生命感美学 幻星体验 感谢陈巧琢和设计团队 小米澎湃OS 不仅拥有坚实的底层技术 同时 产品功能和美学设计上 我们也有着深层的思考和改进 功能的极大全面重构 极大提升了系统应用性 全新的多任务体系和设备互联功能 极大提升了用户在多应用 多设备环境下的使用效率 而生命感美学呢 能给全球用户带来细腻生动的美学体验 今天 我们也将正式发布 小米澎湃OS技术白皮书 白皮书详细阐述了 小米澎湃OS的核心技术 包括各个子系统的技术架构 与关键技术的介绍 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技术成果和见解 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意还有合作 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共同构建 人车家全生态的未来 当然 今天所有这些 只会是小米在操作系统领域的 一个全新起点 未来面向全新的万物之联时代 我们会持续向前 不断推出更为先进的技术 和更优秀的功能体验 感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 妙想澎湃 小米澎湃OS体验沟通会 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 人心里 一瞬间有多少个念头 这个世界跟得上吗 你想有光 就有了光 想有风 就有了风 最好 是春风 每一处都恰到好处 我们学习你的恰到好处 甚至在你意识到它之前 有时候 你想说句话就搞定一切 有时候 你什么都不用说 AI正在生成 我们会运气要 是的 人一瞬间有多少个念头 我们都懂 车已停好 进入回家模式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 让万物更懂你的心思 让人更专心于眼前事 眼前人 让每一个心意 都自有 以人为中心 打造人车家全生态操作系统 全新小米澎湃OS 我心澎湃 未经许可 by bwd6 by bwd6 深夜回家 你会只打开常用的那盏灯 在家播音乐 你会连接小爱音箱 接电话时 你会调低电视音量 同一个空调 你喜欢温度低一些 它喜欢高一点 通过感知周围环境 和你操作设备的行为 我能理解和学习你的日常操作 把设备调整到你习惯的状态 下一次 在家播放音乐时 自动为你连接音箱 接听电话时 为你调低音量 挂电话后 贴心恢复 在家播放音乐时